今年的傳譯金曲獎 出版類特別獎頒給了上陽 唱片的創辦人林敏三 跟張碧夫婦 上陽唱片是臺灣第一家土生土長的 國際唱片公司 他們將臺灣的藝術音樂行銷海外 包括鄧宇賢 楊三郎 姜文爺等人的音樂 甚至他們會帶著音樂家出國 找交響樂團合作 最經典的作品就是音樂家 馬水龍的邦迪協奏曲 當年這張唱片狂賣十萬張 寫下古典音樂打敗流行音樂的傳奇 現在上陽唱片第二代負責人接棒了 要讓全世界都能夠聽到臺灣的聲音 臺北的黃金地段 車水馬龍的中山北路口 勞字號的上陽唱片大大的招牌 屹立在這個十字路口 近半個世紀 從香港來的遊客 再次尋找別處沒有的音樂寶藏 有找到你期待 想要找了嗎 很多破產 蠻快破產 這個品牌平常都很少有吧 那 但是這個是一套的 香港也不好找嗎 香港一定沒有啦 專程來台買唱片 這是代理二十多家獨立場拍 上陽唱片的生存之道 第二代負責人林敬賢 從小一家六口就在這棟四層樓房生活 那時候我們就是住在三樓 然後後來就想要把唱片的事業擴大 有時候會經歷一些比較大的喇叭 然後它機器來會稍微適應一下 那時候喇叭的功率感覺像是我們現在去電影院 它有那種像THX那種音響 整個那個空間都在那種共鳴 有那種很大的那種音響的正波 房子的那個窗戶一直在那邊震動 那種嘎嘎嘎的那種聲音 林敬賢父母上陽唱片創始人 林敏三張碧夫婦因為喜歡音樂 從開電器行販售音響 到1967年成立唱片行 開始賣黑膠唱片 搭著台灣經濟起飛的順風車 成立了台灣第一家國際唱片公司 國外代理的這個部分 我母親是有一個理念 這個理念是說 她覺得顧客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音樂 我們這裡都可以找得到 然後所以就是說當顧客到我們這邊 找到她喜歡的音樂 她的快樂跟我們的感覺 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那個快樂 上陽的名字從光陽變上陽 那時候當初這名字是我母親 張碧雲是所想到的 她是用股票上陽 上陽那個字就很好記 所以就改編成變那個名字 一起了童年時光也回憶起唱片界 被稱為林太太的母親 在80年代帶領上陽唱片轉型 為台灣多位作曲家出版專輯 並找出鄧宇賢 楊三郎 馬水龍等人 譜寫的台灣歌謠錄製唱片 把台灣音樂推向世界舞台 她覺得這是一塊可以做 而且是應該要做 她對這次還有蠻有一個強烈的使命感 輕快活潑的邦迪樂聲 當時隨著中廣整點報時 傳遍大街小巷 這張由音樂家馬水龍譜曲 邦迪大師陳中生赴日本錄製的邦迪協奏曲 唱片銷售亮眼 寫下古典樂打敗流行歌曲的傳奇 上陽還挖掘出第一屆金曲獎 最佳男歌手殷正陽 黃金時期 月營收曾創下600萬家集 其實不只是每一年 你如果要那種好幾年的那種統計 這一張是第一名 上陽唱片兩層樓的銷售空間 每一面牆都放滿了花花綠綠的專輯 層層疊疊的櫃位 窄窄地走道 竟容得下兩人錯身通過 不論是店員或老闆 都能為自家發行的CD做介紹 不過隨著全球實體唱片市場急速萎縮 負責管理公司的總經理張碧 五年前開始著眼於上陽的未來 我母親張碧女士 她其實一開始 在她中風之前 就已經有跟國外的公司有接洽 那時候她也覺得說 這是一個潮流 必須要跟得上潮流 上到像iTune、亞馬遜 還有像Spotify這種串流音樂的平台 那她就等於是世界各國都有 那這樣子的話 不只是全世界的華人 連國外的外國人 他們都可以聽到我們台灣出品的音樂 美國南加大資訊碩士畢業的林敬賢 不捨父母一輩子打拼的事業 因為身體因素無法打理 兩年前選擇辭去科技公司主管職位 回家接班 情懷 國樂團跟大陸鋼琴家成上 那是第五張 那這是第一張 這一張有得獎 細數著公司出版的唱片 獎項 林敬賢有著扛下家業的決心 繼續努力讓上陽的本土音樂數位化 經營一家公司很不容易 那這樣一個好的一個品牌 那應該讓它能夠持續下去 就繼續維持父母的理念 把好的音樂跟大家來分享 有過全盛時期 也走過唱片業大幅衰退的低潮 上陽唱片依然積極替未來鋪路 繼續當愛樂人的寻寶庫